刚刚看到了前共军越线 但是现在要带你来看到 是北韩的军人也越线了 而且跨越的是双方的军事分界线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事件的基本资料 是在6月9号的时候 中午时分 其实在中部的战线军事缓冲区里头 南北韩这条军事分界线上 可以看到北韩有超过10名的士兵 越线跑到了分界线南方的50公尺的地方 而且这时候南韩正在监控的军人 眼看大事不妙赶快鸣枪 除了广播警告之外 还出现了警告射击的巨斗 当然北韩军人发现大事不妙 是立刻北返 这样子的事件 其实已经踩到了南北韩 现在本身就已经非常紧张 如果再有越线事件发生的话 当然非同小可 我们现在来看到各个单位 是怎么样来剖析 还有反映这一次的事件 像是NHK就说了 这个北韩的军人 他的装备其实不太对劲 他拿的是什么 是铁锹 疑似是在为了缓冲区进行施工 所以不小心跨越了军事分界线 以南50公尺的地方 而南韩的军方官员是怎么说 其实他们认为说 其实这件事可能真的是误闯 为什么 因为在这地方草木茂盛 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分界的标示 其实是非常难看到的 而且他们可能在这边也出现了迷路的状况 所以不是故意的要刻意侵犯南韩的领土 而分析人士就说了 其实从南韩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非常特别 因为要刻意晚一点通报 晚了两天才公开 恐怕就是因为当时 南韩正在进行新战广播 很担心南北韩局势会加住紧张的态势 不过真的南北韩情势 现在真的似乎是逐渐的在向上升温 之前我们提到说 北韩展开了会晤气球的攻击 南韩是回击新战广播 但是就在这个周末 其实南北韩似乎都采用了气球来互相攻击 而且在首尔就接获了超过80起通报 甚至还有气球距离南韩之前的总统副 清瓦塔的位置只有800公尺之央 朝鲜半岛再度紧张 韩联社报导 数十名北韩军人持武器 一度跨越两韩边界50公尺 南韩军方开枪后 北韩军人立刻撤退 初步研判可能因为标示不清误闯边界 空中白色光点两周多次献中南韩首尔 仔细一看全是气球 而且都来自北韩 光是北韩在周末两波气球投放 首尔就接获超过80起通报 就连龙山临近总统府也不安全 气球掉在直线距离800公尺外 不只政府机构附近 不过对北韩广播柔情喊话 第二天暂缓疑似为僵局降温 因为2015年时也曾重启广播 当时北韩发射实弹回应 最近南韩脱北者团体时不时往北边空飘气球打资讯站和北韩人喊话 这也确实促使朝鲜半岛紧张 尤其气球内采用智慧型设备 每克要价1000美元能承载7.5公斤重 自动在空中沿途一次发25张反北韩文学 也难怪惹得北韩金氏政权不开心 TVBS新闻特导 再来我们来看到俄乌战场上现在又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当然现在主要在交锋的地带还是在乌东区域 现在俄罗斯的车臣领导人他就说了 俄罗斯军队推进到了乌东的苏梅州 是一个乌东的行政区 而且已经占领了边界的村庄叫做里日夫卡 但是呢这样的消息一释出马上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说这完全是假消息 甚至他们也博出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宣传说法 宣传转 而且呢乌克兰军队目前全面控制当中 他说在这个城镇当中所有有关于俄罗斯的旗帜 都已经被他们销毁了 似乎想要对外证明说的确现在乌东战事上 胜利的风向又稍微的往乌克兰再吹了一点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美国是怎么看现在乌东的战事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 尤其在今年俄罗斯节节进空 但是乌克兰是节节败退 当中非常重的关键就是乌克兰手上的武器不够 所以说现在各国有条件的开放乌克兰 使用他们的武器可以攻打俄罗斯的边境城市 的确救了这个地方就是哈尔科夫 白宫的国务官Sullivan就说了 他们允许美元的军武攻击了俄罗斯的边境 同时俄罗斯的军队推进哈尔科夫的行动 从目前的行动来看的话是已经慢慢停滞的 所以说等于说他们认为这样子的举动救了哈尔科夫 其实现在也有在国际上很多的专家在研判这个 所谓的进攻态势 我们说的是俄罗斯的军队进攻了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 因为这里地方虽然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而且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又攻击哈尔科夫结果反而美方 跟西方国家开放使用军援武器这样的状况之下 对俄罗斯军队来说实在是太亏了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国际专家开始认为说 俄罗斯似乎走错了一步棋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是克里米亚 光复克里米亚一项也都是乌克兰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意象 还有他们这个希望达成的目标 乌克兰军方呢现在就说了 他们夜间空袭击中了俄罗斯三道地对空的防御系统 透过这样子的夜间空袭瓦解他们在当地的防空 可以说是防护罩 所以说其实他们认为也是个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我们要来关注到是乌克兰的亚素营 他本身是极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创办的志愿民兵 在2015年的时候纳入到了乌克兰的军队里头 变成国民的警卫队第12特种旅 在乌克兰战争初期的时候也立下战功 他们坚守了亚素的钢铁厂82天 当然如果有这样子的志愿民兵 还有这样子的特种旅 对乌克兰的军队当然是一大注意 现在美军美国打算再开红灯 拜登政府就说了 他们针对这个亚素营是没有发现 他有侵犯人权的证据 所以说要把10年的禁令给解除了 传说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也会允许乌克兰的亚素营使用美制的武器 这样子的决定会不会扭转接下来的俄乌战场 还有最新的胜利风向 当然恐怕还要时间再来进行观察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联合国的决定 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战场 我们说的是加萨地区的以哈冲突 联合国的安乐会通过了 美国提出了加萨停火协议 但是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在这一次没有投下否决票 而是用弃权票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才让这样的协议顺利通过 但是到底接不接受这样子的停火协议呢 当然这个以色列的态度 依旧是非常关键 但目前看起来 他到底接不接受 还是非常模糊 强身大作玩如射极限玩游戏 第一视角在加萨真实上演 以色列特种部队破门而入 在加萨营救人质 又有攻坚新画面曝光 特种部队进到小房间 发现被藏匿的人质 靠墙身体全体满脸惊恐 前来营救的士兵赶紧出面安普 士兵集权安慰人质不会有事 但外头仍然进行激烈枪战 以色列罕见在白天发动攻坚 户外也有部队与哈马斯激烈交火 作为掩护 但为了救出这四名人质 却牺牲掉274名巴勒斯坦人性命 这场营救行动后传出哈马斯高层 已经下达灭口令 如果以色列再有营救动作 要求手下第一时间先杀人质 然有人质好不容易返家 没想到却见不到家人 22岁的梅尔获救 前一天苦苦等待他的父亲 疑似过度忧虑心脏病发 等不到儿子获救的这一天 另外联合国通过美国提案的停火协议 十字票赞成只有俄罗斯投下弃权票 对于停火以色列态度还是很模糊 哈马斯回应他们乐界这个投票 结果也准备跟协调人谈判 不过是不是真的能停火 还得看以色列接下来的态度 TVBS新闻综合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